花游队开始新周期备战 领导要继承优良传统 国家花样游泳队近日在南京集结 正式开启巴黎奥运会周期的备战 东京奥运会上 国家花样游泳队获得了集体 双人项目两枚银牌的优异成绩 展望新周期 队伍将成事而上 把握机遇 延续优良传统 继续争创佳绩 新周期备战动员会上 总局游泳中心副主任赵健 对新周期集训提出要求 赵健表示 参与新周期备战的队员 多数是国家队新人 但都是花游项目老兵 都有着十多年的专业训练经历 没有人比你们更了解这个项目的艰辛 没有人比你们更渴望超越 没有人比你们更清楚成功的秘诀 我们现在与俄罗斯之间的差距 只能靠每一个队员 也只有靠每一个队员拼上时间 拼上汗水来缩小 希望大家在教练组的带领下 发挥主观能动性 积极训练 主动训练 苦练加巧练 尽早时限制的飞跃 国家花样游泳队领队留言 在动员会上回顾了 东京奥运会周期备战的点滴 并对巴黎奥运会周期的备战 进行了宏观规划 同时对队伍的日常管理 疫情防控和反兴奋计工作提出了要求 现在接力棒已经交到了 新一届国家花样游泳队成员的手中 希望在教练组和保障团队的共同努力下 在全体队员的奋勇拼搏下 能够始终以为国争光为根本目标 以团结协作为有力支撑 以顽强拼搏为精神内核 以刻苦自律为最终落脚 瞄准巴黎奥运会争分夺秒 作敢于有梦 勇于追梦 勤于圆梦的中国花游人 勇于圆梦的中国花游人 我帮助你 勇于圆梦的地团